第二十二题,保育龙球极易因摩擦起电而带静电,右侧三张图分别为两个以绝缘细线悬调的保育龙球在静电作用下的排列情形,若假球带正电,则关于以丙丁三球之电信之叙述下列何者正确,这里考的是静电的相吸跟相次,我们晓得同性电会相次,异性电会相吸,同时带电的会吸引不带电的, 所以当我们的甲球带正电,而跟乙球排斥的时候,乙球也一定会带正电,当乙球带正电会吸引丙球的时候,丙球可以带负电也可以不带电,但是假如丙球有带负电的话,那么丁球不管是带电或不带电,都会发生相似跟相似的状况,可是这里显然没有,所以呢,丙应该不是带负电而是不带电,那么当我们的丙不带电, 跟丁又没有作用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的丁球也一定是不带电的,因为它如果有带电,它就会吸引我们丙球带电的会吸引不带电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呢,乙球是带的是正电,那么丙不带电,丁也不带电,因此,第22题我们说, 关于乙丙丁三球之电信之叙述下列何者正确,我们答案选择是C,乙球带正电,